结束了单江口之行 我也继续出发去浙江 继续寻找巨物 这一趟可真是累着我了 到一个掉点 要走两公里的山路 到了掉点以后 我观察了一下地形 选择了一个靠近山体边 比较陡有石头的地方 这里水很深 应该是守剧情的理想的场所 可三个小时过去了 我依然没了一口的动静 这时候我就到处观察 水面要撬嘴打水花的声音 我想不如还是吊一块撬嘴 于是我重新找了一个滑坚 这里水深也有七米 我刚开始从三米开始吊起 经过二十分钟的诱调 终于等到了第一个撬嘴 哇大臭半米半米啊 吊撬嘴重要的掌握的是一个节奏 我们每抛一杆一定要打一个小窝 只要不停的打窝 撬嘴才会来 其实有时候打窝比我们吊更重要 这些小窝如果一天吊二十条 比吊脚大轻鱼还贵一些 六斑 假如你一杆抛下去 又打一个窝 等你的耳沉到你的吊点 也就是三米左右的时候还没有信号 这个时候你应该把它拉起来 重新往下抛 抛下去以后接着也继续打窝 每次打都不用太多 打个十几克二十克玉米就可以了 打窝我们不要求 跑得特别准 但至少要在浮漂的附近 即使不是那么集中也不要紧 一启风就来雨了 敲嘴就是要启风 管它什么风 这个绝对破了刚才 野调中有时候惊喜来的太突然 不经意间一下种了一尾大的 水面上一打窝 刚刚一吵下去 蹦 这个顶着大一点 哇 这个顶着大 这个顶着大一点 看干净 看干净 看见没 哇 好大 哇 好大一个 野调长杆钓鱼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羊杆一定要轻 因为你真的不知道 你下一杆会是一个 奶翘还是一个米翘 所以我们羊杆一定要轻一点 柔一点 如果你羊杆重了 来的是一个米翘 很容易形成拔火而切线 那不看 哎呀 终于了终于了 由于掌控了较好的频率和节奏 最后翘嘴和鞭语连杆 总算弥补了我今天 没有钓到大琴的遗憾 钓货放牛 一直是我们所坚持 当然 放牛还是带火家 是每个钓友自己的权利 或反对网络暴力 尊重每位钓友自己的选择 不容易刺到 赶紧掉 非常的确实 哦 这高兴 的 好 和 然后 做 现在 这 普通 谢谢大家